这条题目是整张卷里面答得最差的题 5分,全笔平均拿30%,即是1.5分而已 留意这条题目叫你证明DE是平衡于AB E是平衡线,不是given的,叫你证明 很多同学都会知道要加些线 最普通的做法就是在C加一条横线 但最大问题是每个人都说 这三条线是平衡线,已经出了错误 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 因为你加了中间这条线 是会无端端令到这三条线同时平衡 最多只能够说其中两条是平衡 例如可以说在C加一条线 比如我称为CF 它是平衡于AB的 因为一定加到的,因为AB会生在的 加CF就平衡于AB 但CF暂时未知是否平衡于DE 因为你是跟AB parallel 而提名DE和AB不是given parallel 所以最多只能够说 这两条线是平衡线就可以 或者倒转说 你可以说 CF是parallel to DE 加这条线 令到这两对线是互相平衡 所以我可以写下 Draw CF parallel to DE 然后这里出了两条线 比如这条线是C 这条线是F 然后C和E124度是属于interior angles 即是C加124度等于180度 原因是interior angles DE parallel to CF 所以C呢 180度 再减124度 这个就是56度 我可以写下C 是56度 F自然很容易计 因为直角来的Rangle 90加56就是F F是90度 所以F等于90度 减56度 这个就是34度 F是90度是given的 这里不用写Reason 我们写下 F就是34度 咦? 这两条线是一样的 这个又3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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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说 这两个 我们叫Alternate Angles 是一样的 所以CF和AB是平衡 所以可以写下 F等于Angle A,B,C 大家都是34度 所以呢 CF是parallel to AB 有个原因的 这个就叫Alternate Angles Equals 是不是? 证明它们线平衡 就要用Alternate Angles Equals 就不是Alternate Angles Parallel Lines 就不是Alternate Angles Parallel Lines 所以我们就叫了 CF便平衡DE CF便平衡AB 所以 finally AB和DE 是平衡 碎 就是 订阅